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這一集要教大家的是 咖哩優格牛肉糖 使用了畫面中你看到的 希臘式濃縮優格 還有我們宮廷貿易咖哩的 在這裡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優格啊 它是全味道不不不重 它很適合 就直接這樣吃 都是拿來做料理 畫面中看到這個 新鮮黑木耳 我買回家之後 我會把它直接冷凍保存 要用的時候 再拿出來泡水 回復原來的狀態 還有的是 公平貿易咖哩的 產地是斯里蘭卡 它有原味跟辣味兩種 因為不含勾芡的澱粉 所以可以跟任何的食材拌炒 同時畫面中 你看到我用了 牛骨高湯 這一次我直接用牛骨高湯來當湯餅 然後搭配我們的優質牛肉條 這個牛肉條啊 它可以做紅燒清燉 煮牛肉麵或咖哩牛肉都很適合 這個生乳希臘式濃縮優格 它的味道很嫩 但是不會有什麼太高的酸度 所以它很適合鮮食跟鮮食料理 在這裡呢 我把它拿來做料理 我覺得它還蠻搭配的 我用了油味跟辣味 然後剛剛大家有看到 我都把它們放在小玻璃皮裡面 這樣比較不會受潮 如果你比較喜歡辣味多一點的 咖哩粉的辣味你就放多一點 就把它鋪上去之後啊 就讓它均勻 我用的夾質是因為 我們用咖哩粉啊 都很容易雙手黃黃的 所以我就直接用夾質 我們這一包牛肉條 我大概用了兩湯匙的希臘優格 我覺得這樣子的比例大概夠了 對 就像畫面中看到的這樣 然後我放在冰箱冷藏 讓它醃漬大概半天 半天左右 接下來我用壓力鍋來做料理 你家裡有任何的鍋子 你都可以拿出來使用 我先放進去蒜頭還有薑還有洋蔥 剛才看到我用的橄欖油是 我們預購裡面的辣椒風味橄欖油 這一罐我覺得拿來做料理很適合 你看喔 我接下來放進去了 紅蘿蔔馬鈴薯 我覺得這當中的油脂不夠 我就會再補橄欖油進去 最後再把牛肉條 醃漬好的牛肉條一起放下去 我這次之所以用牛骨糕湯 是因為我要呈現的就是一個 它是有湯的 而不是一個濃縮的咖哩的料理 所以我會用牛骨糕湯來取代 擺開水 它的味道是比較濃郁的 而且你可以搭配我們的烏龍麵啊 還是原味麵條等等的都可以 好囉 我是曼妮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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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